汉王曾经说过 我要有事 可直接来找你 不知汉王是否记得 我记得 我想选秀女 请汉王推荐 我推荐 你也住在宫里 你 到太子那儿抬腿就去了 为什么要我推荐 朝中 除了皇上以外 威望最高的就是汉王 如果能得汉王推荐 把握会大很多 那你知不知道 我很烦太子他们一家 我想 这也是无奈之举 什么叫无奈之举 讲 讲对了 我不是不能帮你 我不是 奴婢没有当官的时候 跟着尚仪 发现欢愉局的总管 上山局的总管 尚仪局的总管 他们天天吵架 尚仪从来不劝 不但不劝 还喜欢看他们斗来斗去 奴婢那个时候不明白 后来 做了尚仪局的附属 我才发现 他们几位 就算是真的私家关系很好 外人看来也得嘲嘲弄弄 要不然 尚仪会觉得他们危险 会合着 来一起对付她 就是这么几个小小的女官 尚且如此 汉王和太子 看得是整个天下 岂不是 要斗得更加厉害 你现在没讯成 这种人 想想想想想想想 会凝聚